在国防和军队改革大潮中 一支传统的陆军禁旅整建制调整组建为海军陆战队谋旅 四年间 他们逐渐完成由陆地作战向两栖作战 单一作战向多样化作战转型 近日 记者来到海军陆战队谋旅助训场 用镜头记录下陆战队员训练的场景 今天上午 我们进行的主要是不战车的并列机枪射击 我们在维北周信场 依托于陌生的训练环境 就是要锻造我们的陆战队员 在复杂的战场情况下 能够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平台提高打赢能力 从转力之初的技术装备专业人才一片空白 到逐渐形成两栖作战能力 海军陆战队谋旅基层建设 在深化转型中重塑 在备战打仗中加强 转力之后 不仅仅是我们这种编制上的这种调整 更多的是我们这种作战理念 还有武器平台的这种更新 从作战编组到我们的装备的列装 都对我们的官兵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我们依托于不战车进行的上下车训练 那么在以前我们是没有练过的 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种 依托于武器平台的这种训练 提高我们人员和装备的这种协同能力 提高这个打赢的本领 由陆到海除了海军机制 陆战队理论的学习 海岸渗透越海侦查求渡潜水等战术科目也被提上了训练日程 作战方式和训练内容都发生了变化 我们转立之后 就是由陆转海之后 在科目上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像这个潜水跳伞等等这些科目 是因为我们也是作为一支海军动力队 一直凉吸精锐力量 在这方面也有一个更新 也有一个依照参考这个大纲的训练要求 来进行一个训练 以前我们属于纯步兵 一直是在路上训练 包括在这个出去在野外训练的时间 也这个没有现在的长 现在转立之后 一个是不光要练路上的本领 还要练在海里面的本领 然后第二个是比以往出来的机会更多了 转立海军不仅是转编制 转训法 更重要的是转思想 作为传统陆军部队 转立海军后 部队官兵也经历了思想观念的转变 我想我们的战事需要更多的适应的 就是这种作战理念上的一些适应 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 我们背水攻坚 复杂艰苦的这种作战环境下 怎么样体现出我们的战斗力 来完成作战任务 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海军陆战队是人民海军的一个兵种 是担负海岸 海岛防御和支援任务的 两栖作战部队 是应付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的拳头 又是联合进攻行动的尖刀 被誉为陆地猛虎 海上角龙 空中雄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